大牙日前在网上控诉一年前遭老板性骚扰 让外界认为该名老板就是黑人 虽然黑人马上发文否认并提告 但还是在网上掀起不小争议 而大牙自从6月27日发出爆来文后 就鲜少在网上更新日常 一时到7日他才罕见分享敬重 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他戴着眼镜外出晒太阳 看起来状况很不错 不过一出门感受到高温后 他也忍不住指呼好热啊 同时也透露自己出门忘记擦防晒隔离 照片曝光 和网友也纷纷在底下留言为他叫而打气 不久后他则在现实动态PO出 夫妻俩一起用餐的照片 并正向表示要努力把健康吃回来 他有力气打仗 似乎在暗指于黑人打官司一事 也再度于网上引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